包工廟前米粉湯攤子 一位個頭嬌小的駝背奶奶 正用大鍋熬著熱騰騰湯頭 豬大骨再加上蝦米米粉湯香氣十足 鍋子裡頭還有大小腸 粉腸甘連等黑白切 通通都是銅板美食 駝腸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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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五 對 那我小學二年級的時候就開始吃了 對 它味道都一直一樣的 對 從小它都是這個味道 快四十年吧 我女兒已經四十歲了 我生我女兒開始吃到現在 那你怎麼會一直想回來 你覺得它特別的味道 那現在順便的話順便的話找阿嬤吃等等 這裡是新北市永和區 米粉湯奶奶已經九十三歲 年輕時勞工經常酗酒 只好獨自挑起家中經濟重擔 拉把八個小孩長大 一賣就是五十多年 講起過吃的丈夫還是相當生氣 喝酒 中午喝完了 沙發睡地睡 但晚上這一餐喝完了才要回去 我老三氣死了 我們搬去南部做 不過南部這麼快 八個小孩呢 隨便去就可以做嘛 因為這裡做久了 奶奶選擇留在永和 即便現在已經九十多歲 依然每天堅持親手清洗食材 熬製湯頭 從最早一碗米粉湯五元 賣到現在三十元 價格還是很佛心來著 奶奶說年紀這麼大還出來做生意 不是子孫不孝順 而是待在家 反而渾身不自在 我不做也沒關係 可是不做在家裡 全心骨頭都會痛 出來做跑來跑去都不會痛 做到什麼時候 我做他 現在奶奶跟患有重度憂鬱症的大兒子 住在一起互相有個照應 而奶奶還是像以前一樣 從早上十一點開始做生意 直到賣完才會打烊 奶奶雖然耳朵不好 還是很歡迎大家來跟她捧場 聊聊天來碗米粉湯 保全保全 你為了吃飯來做保全 而我也為了吃飯來買這個 你不要給我這麼兇